大家好,欢迎收看星期二下午的每周一股,我是林志棠 这个环节是Stanley,和我们推荐的深水股份 Stanley,你好 今天也要讲一讲上星期推荐的股份 虽然我很想讲个市 先讲上星期推荐的大家乐 上星期下午收市恒指29,257点 短短一个星期 其实昨天又放假,不是很多假日 都跌了1100点下来 少了 少吗? 少了 因为这么大可以的 我都说搞了这么大堂 全星期跌了差不多4% 大家乐乐和市价格差不多 都是跌大4% 你建议入价19元 但是虽然下了这么多 我都是没买入到的 买入价格19元 和最低位其实差不多 还建不建议大家买还是还是? 你都是一股都是找些东西来推 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没有买东西呢? 这一只安心点的 而且你见过 定个止蚀价也很接近的 基本上是19元买 18元的股又死不去的 是是是是 不过我会觉得差 这一只大家都 公认是一只比较上 可能防止性比较高的股份 机缘要抄我个市 真是差 不过算了 我觉得这只东西 19元买买都OK安全的 等机会看没机会买到的 好啊 最重要是看市况如何 下一版大家都最关注的 就是蚀价最新的发展 其实这些大家都知道 反而想知道你现在的看法 没眼看 没眼看 没眼看阶段 我们刚才自己在这儿聊天都说 其实现在又搞了那么多东西出来 都是跌了那四百多五百点 今早本身我们都是想着 它应该会跌得更厉害 反而跌得更厉害 反而我都会觉得 有得解 解得通 还有可以拼得到 就是你可以拼一下 市场弹也好 就是拼这件事情 是啊 现在这一点数又不升不跌 其实这件事最伟奇 没错 就是你说升 可能你升到来有些 有些我们说气氛比较好一些 甚至大家觉得有些憧憬也好 那有一点 就是你这些不上不下 你怎么拼 是啊 因为上个星期的时间 明明你的市场弹得上去 你今天会其实是很合理的事 但是回忆又不多 是啊 所以很古怪 这些市况反而反过来 我自己自问 信心都真的不高 你问我现在有哪些股份 是可以想的呢 我是会想一些 跟市场完全没有关系的股份 就是那些股份是最安全的 你领钱这些 说真句 到这些位置 怎么买啊 九十六个多的领子 我这几天放假 都是跟亲戚聊天 经常说不买不买 领展说不买不买 是 一直望上去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自己的决定 究竟是对不对 没有说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些位置 不敢买 之后不敢买 你拿着货的 还没拿 不过有时候很邪 我会觉得 当一些报纸、杂志 突然之间有说 哪些人持有哪些股份 发购的那些 就会有些鬼 上一只是哪一只 上一只 腾讯 对啊 公屋那些 通常这些有什么 等机会再再追 好啊 现在败易战 你刚才都跟我说到人民币的走势 人民币跌又算不算跌得厉害呢 现在还有水位 还有水位 所以我们今天这只股份 人民币跌对有利 对有利 它用人民币 成本低一点 不过当时打算推这一只 最主要是业务 都相对比较 民生东西 和大家都是 耳曲同工 民生东西 这次推出利亚零售 听过名字 我初初看过名字 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现在看一看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是的 即是熟悉的 Circle K 接着又是Sigonna 另外这间 眼镜店我还没光顺过 不过这段时间 大家隔不时都会见到 有红多只有六间 但是就会扩充业务 但只不过 我想做Circle K 这些安全的 死不去 还有这间眼镜店的卖点 是可以快拿 眼镜 快拿 现在好像说 可能一两天已经可以拿 是的 是快脆的 是OK的 好的 又说一说 它的业绩 这些民生东西 我们经常都说 如果纯粹看一份业绩 似乎OK 其实顺利和核心经营日利 都有1成7和2成1的增长 但是会不会都预计 它未来可以保持到这个增幅呢 两成多都OK的 它这一年OK 但是在上一年的时间 增速其实又不算很厉害的 很厉害 不过就这么说 因为事实上 如果你纯粹以业务的稳定性去看 因为现在 说真的 你说有哪些行业 稳定 可能真的不受大环境影响的话 我真的想到是这些公司 因为一定要买 你要去帮顺它 基本上你一定会 我想你任何人都是 虽然你今天不去帮顺它 但你一个星期里 永远会有一些时间 你要去帮顺 不要说它 要么就遮憾 一定是去帮顺它 所以这些又真的可以说 比较稳打稳窄一点 还有业绩上 你看下去的话 它又不算 两成多算是OK 全部都继续持续增长 看下一版本 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 打算它的业务来看 你会见到 其实你说便利店那边 我们说那个收入方面 有核心营业力也好 也有增长是OK的 反正那边上面 你会见到有些业务 做得比较差的 其实反而是 餅店那边 就是星光楼那边 但是星光楼那边 又分开来看 其实你看到 你说去本地那边 又是OK的 即是盈利也有 核心营业力方面 都有增长 在落地方面 做得比较差 而发展中的业务 刚刚提到的 眼镜店那间生意 都还是要亏损的 不过呢 那个亏损的程度 就相差很远 相差很远 所以你可以说 其实公司的业务的表现 就几范来计算 其实都算是挺不错的 再看过去五年的业职表现 你都做了一个表 没错 其实都继续增长 是不是都是靠回 接下来 都是会靠回眼镜店的业务呢 会是 因为 其实你看看 研究网上 看到这些数字 真的 其实它是保持着 比如说过去三年左右的时间 那个业务的表现 就叫做是不断的 OK的 是 今年的增速 即100年的时间 那个增速 更加理想 但是过去的时间 你会见到 那个业务的增长 那个情况 又不是算很理想的 也可能是一个 叫做单位数字的增长 加上100年的时间 有些比较好的表现 最主要都是公司 可能你说 业务上策略的改变 这个对于它来说 的帮助都是比较大 因为论表现的话 你只可以说 一些便利店的业务 还有就是说一些 我们说那个 叫做一些 性安娜那边的业务 你只可以说是稳定 就是它稳定 但要去到一个 叫做是很大的增速的话 其实是有些困难的 因为这些业务 很多的特性本身 真的是这样 还有那个 叫做竞争都真的不是压势 所以你说要去特围而出的话 一定要靠一些 比较上是 新一些的业务 是 眼镜店这个业务 对于它的帮助 我都觉得是会相对比较高的 还有呢 会不会都说 就是你便利店业务也好 或者饼获的业务也好 都好 就是已经有个饱和 或者是去到樽颈 又未知会是 因为其实这些 都可以说是 都 某程度上都是 大家都会去 例如早餐 甚至乎你都会去 叫做光顶 未知会去到饱和 但竞争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看现在 其实有很多 或者其他一些品牌 都要越做越好 而且都开始开了一些 叫做比较连锁式的分店 所以有竞争在 但是又没有的 你都见得到 日盛安娜 都不断买很多 广告 它都有去一些卖点 所以变成 现在来计划 业务是稳定的 但你要去到一个 比较上 我们说要去到一些 叫特别一点的 要吸引一些 叫做 一些投资者的目光 不是这一份 那好了 接下来他们的策略又是怎样呢 下一版 你都说 有些app 希望这样可以在传统里面有些突围 是吗 其实是 而且我认为便利店那一边 甚至乎你可以说 贡献是稳定的 增进也稳定的 但是要怎样可以加强一些 我们说的利用方面 一定是靠 一定是开源加截楼 截楼方面 可能透过很多 我们说一些IT的 的system 它怎样令它营运的效率 怎样提升 可能加强一些 可能跟仓储物流这方面的 还有怎样开源多些 因为其实你可以说 本身刚刚提到 日盛比较跌的话 对它有利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有些进口的来货 有些都是我们说都是中国制造的 这方面对于它的成本方面 有一定的帮助 而且现在很流行到怎样呢 那些apps做积分 没错 你可能坐积分的话 有限又可以换印花 是呀 特别是这些 叫做我们说 circle key也好 7也好 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呢 玩crossover 是呀 所以可能有些什么 换一些特别的精品 换这些 换小飞杖 对呀 好像是 是呀 哪一家都是它 不记得在哪一家 我在facebook里看 竟然是这样 有些卖点的 现在你可以说 这些对于它业务的帮助都是比较大 所以这些 大致可以说这些是固住本业 另外就是说 饼屋那边就没办法了 真是可能你说本地这边 都有一定的支持客人 但来地方面 那个竞争是真的比较大 仍然是亏损的 可能你之后的时间 可能公司又 我认为尼亚零售 可能会删减一些的铺 但整理上这个业务本身 是稳固的 不过都是那句 如果要靠未来增长的话 都要一些叫新的角座才行 是呀 下一版就说新角座 就是眼镜铺 日本品牌 第一家在太古那边 太古城 现在分店不算太多 但接下来会展示得如何 是的 你可以说 其实现在 我们说日本眼镜品牌 都不止去一间 另外一两间都要进驻了 香港这一边 都可能成为一些 比较新的潮流 但这方面 看回这间的铺 那边是OK的 你看到我们说六间店铺 都有大概是七千万的营业额 另外亦是无理率方面 相比其他业务的范畴 是位高的 所以真的 你看到它有一些它的卖点 还有公司可能对这一份的看法 都比较上是挺有信心的 今年会开多 就是那些店铺的数目 增加一盘 到12间 还有可能会将这个品牌引入 去内地发展 当然你说公司也有这些打算 还有都不止 因为可能经历过这一个 有些人进入一些品牌 觉得都做得比较成功的话 它之后的时间 都有其他有机会 可能不排除 有更多的品牌 对于公司可能有一个 发展上会多一些的 叫做一些 憧憬 是 好 另外 也要说一下股价 刚才就说了 跟大市的相关度都没什么 如果开个图看 又是真的 图方面 市场这样对成千点下来 依然可以在高位 但是成交其实不是很多 确实是欠欠 没错 现价 其实是值不值得买 这些需不需要计算那些PE 这些也要计算一下 不过理解它的估值上 现在16.2倍左右 以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它那个PE的平均数 都大概是20左右 现在其实 我们的程度上 有些叫做偏低了 还有增长也可以说 上年的时间 有些动力 所以它的估值上 又不算贵 还有息息 都五厘多 其实都OK 估价 其实连初资金都有 大概是升一乘四 都叫做 就是 我认为它跑完大市 所以这一只股份 其实都挺有趣 其实我这一排 推过的股份 比较上都是 可能黄蚊振振 息也都比较高一点 当然业务的发展 有变数 但是这些资料 都一定的防守性 没错 那个息 因为一向说 如果看看有什么高息股 都没什么看这一只 正常 估不到它有 5.8 差不多6厘的息 其实是 这只是你估不到的 真的估不到 今天股价 只剩下3 7.3 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 风险因素 刚才也说到 就是成交少了一点 是的 极少 今天算是这样 要回到三百多万钱 是不是 33宗 是的 算是这样的 这些 你买了 真的要摆 你的心态 就不是随时可以 叫 沽到货 因为 你看到现在那个 我们说两边 都有成四线的 差价 在这抹开了 而且就似乎 在业务上 除非 有些比较大一点的 有些比较忠目一点的 大一点的 一些叫做发展 可能收到更多的 一些牌子 有些合作 如果不是的话 单靠本业 说真的 你好像 Serg OK这些 开了多少间 通界都是这样 是有些挑战的 不过你论增长的空间 我觉得其他业务是有的 好 又说到投资部署 你叫零售 今天也说了 徐静 3.7.3 那我买入价 你会怎样设置呢 剩下3.6 就是近一点的 因为它的价值 在估值上 我觉得也很合理 目标价在4.5 这个位置 安全一些 3.3 指示位 好 这一节 和Stan 你都谈到这里 看回市场 刚才你一直在说的时候 一直看着市场 刚才曾经跌多了 现在腾讯也跌多一点 现在371元 明天出业职了 是啊 我又觉得 平常心去看它 370元以下 今天到过 你觉得 值不值得呢 有吸引力 但是业职 上年基数高 是的 所以高 但是37年以下 我觉得 不妨在后下 嗯 不过我看看 Trump 今晚会不会有说话 最烦的是他 最坏的情况出现了 算不算呢 当然未了 你现在打 你想想 现在为战这件事 你都未知 结果是怎样 现在这一下 只不过是大家叫开战 开战之后后着 即后面那些的发展事件 生产 因为现在你没人知道 很简单 现在大家咬一样东西 谁可能那个代价大一点 你又不知 你又说你吃得多一点 我要变得多一点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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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很难玩 是啊 大家要继续看着我们的节目 留意我们最新的一些分析 这次都和Stanley谈到这里了 有没有持有上述投稿的股份呢 除了腾讯 我没有的 好啊 谢谢Stanley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市 稍后回来再见